当托拔突发先碑创立的南梁在河西争霸战中亡国之时 南梁先祖在两百年前离开的托拔本部 却将在北魏风卷残云般的攻势下席捐北方 东晋在消灭了益州的汉人政权巧蜀后 又乘胜收复汉州令后酬之国城府 417年 刘豫的北伐军越过秦岭深入关中 殲灭了羌人政权后勤 然而东晋光复北方的努力成果 却被十年前建国于厄尔多斯高原统万臣的胡夏取得 趁刘豫离开关中东归之时 出自铁服匈奴的贺连伯伯攻下长安玄迹称帝 消灭南梁后 西秦将战略扩张方向描向西部 土玉魂国王树洛干不敌西秦讨伐 携弟弟阿柴和亲信 向西逃至柴达木盆地东南的白蓝山避祸 树罗干死后 阿柴继土玉魂王位 才又逐步返回木格滩故地 强势的西秦还迫使原归附北梁的以服物敌国归降 成为西秦蜀国 420年 东晋宫地善为于宋宫流域 南朝时代开启 武力与西秦争夺和黄的北梁 转而向西兼并了汉人政权西梁 和西走廊归于一统 但广大的西域 除书勒国和于田国外 已全部落入了柔然的势力范围 在北梁的追击下 西梁王族李宝随舅舅唐弃西逃伊吾 乘服于柔然 建立后西梁 被柔然封为伊吾王 北魏无法遏制墨北柔然的崛起 一面在殷山修筑长城 一面开始将战略重心南移中原 在攻克留宋的洛阳城后 北魏于426年占领胡夏控制的长安城 四年 北魏发兵夺取胡夏老巢统万城 下主赫连昌逃奔天水 面对北魏和西秦这两大鲜卑劲敌 胡夏与同为匈奴族裔的北梁 缔结了盟约 为了避开北魏的锋芒 夏王主动西进 帮助北梁攻打西秦 攻破西平城后 夏军又活埋了5000名西秦兵将 方才退军 被远道而来的胡夏打蒙的西秦 没能注意到北梁的动向 举曲猛迅迅迅速翻越齐连山 近战西平 俘虏太守 黄河以北为北梁所战 以服务敌国重新归附北梁 在平梁称帝的胡夏皇帝赫连定 趁着北魏太武帝清真柔然 重新夺回魏和流域 抑郁经营关中盆地 但当北魏在漠北和西域降服了 柔然高车和西域诸国后 随即挥师南下 再度收复了关中地区 431年 无法继续立足关中的赫连定 再次选择西出笼山攻打西秦 最终在浮罕城消灭了西秦政权 因惧怕北魏追兵 胡夏皇帝准备渡河北上偷袭北梁 不想在慌乱间 赫连定反被身处侧翼的土鱼魂三万骑兵偷袭并活捉 土鱼魂王将其送交北魏处置 元西秦所属的京城 隆西等地暂归土鱼魂国 土鱼魂国还乘势向西灭掉脱把乙福鲜卑的乙福物敌国 占领青海湖环湖草原 土鱼魂王国的疆土得到了极大扩展 北魏在消灭辽西的汉人政权北烟后 北方的敌人谨慎北梁 439年 太武帝托巴韬西征孤赃 北梁国主举渠穆监投降 其地举渠安州远逃土鱼魂藏匿 另一个弟弟举渠无惠西迁高昌 有研究认为 北梁被灭后 原投奔北梁的南梁托巴鲜卑王族 突发梵尼率众南逃 越过土鱼魂的牧场 翻过基石山 联合当地的白蓝枪和发枪部众 在巴延喀拉山的东部山区 建立起托巴贵族领导的枪人部族多米布 多米布的署名多为藏史文献中提到的东式俗皮或董式族裔 受突发梵尼南迁影响 多米布东部的河渠草原上 也发展出由托巴贵族领导 由董式部族组成的迷药部 这个部族就是其后被吐蕃人称为党项人的托巴党项枪部 进而衍生出了日后的西夏托巴皇族及穆雅移民 北梁王族举渠无惠在高昌折居了一段时间后 又向东夺回了九泉等地 被北魏分为九泉王 不甘寄人篱下的举渠无惠 再度反叛北魏 逃往西域 投奔其地举渠安州 原来举渠安州在逃离孤赃后 经土玉魂国土来到西域 趁着善善国内乱而占领此地 使这里成为了北梁王族的临时避难所 442年 举渠无惠占领了高昌 建立起后北梁 又消灭了一吴的汉人小国 后西梁 刘宋为了联合柔然牵制北魏 还封举渠无惠为梁州刺史 何西王 后北梁被拉入进江南和漠北的同盟后 南朝的使节可以从益州借助土玉魂的国土 再经后北梁的保护和补给 直达柔然寒庭 同年 后酬池国发兵攻打刘宋的汉中 被击败后 敌人政权后酬池被刘宋吞并 当得知同族的土玉魂王竟然协助柔然与南朝的使节传递情报后 北魏皇帝拖跋涛决定给土玉魂王牵制炎一点颜色悄悄 444年 北魏从河广发兵南攻土玉魂 土玉魂王牵制炎遵循着先王树洛干的策略 再次西逃白蓝山藏匿 谁料北魏大军并不罢休 经过整顿后竟全军开进柴达木盆地 穆里延只能沿着昆仑山北路仓皇西逃 在嘎斯库勒湖翻过阿尔金山 逃至西域的善善国 托巴涛又从梁州发兵 沿阿尔金山北路夹攻善善 古老的善善国无险可守 被北魏吞并 精疲力竭的土玉魂王 又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辕向西逃窜 来到了塞种人经营的佛国于田国 陷入穷途陌路之境的土玉魂残部 竟在穆里延的指挥下攻入于田城池 杀害了于田国王 此时的土玉魂王 不再抱有重返青海故地的幻想 惊魂未定的穆里延最希望达成的愿望 就是能在于田一带 找到一条快速通往南朝的捷径 通过打探得知 于田国南部的大雪山里 有一条通往寄兵国的险道 只要通过寄兵和天竹 便有机会到达南朝 穆里延当即下令整军备梁 寻玉龙喀什河的克里亚古道 翻过了昆仑山 然而在南征途中 所见皆是昆仑山脉的高大雪峰和冰川 这让穆里延打消了借道东迁南朝的想法 他派遣使者前往留宋求援 希望内附明江上游获得留宋保护 并将在寄兵国缴获的胡王金串 女国金酒器等礼品献给南朝 这里所谓的寄兵国 到底是不是靠近印度和平原的古寄兵国呢 由史书中的记载和于田国的地理位置分析 这里的寄兵应该是一个以俄传俄的乌龙 不太可能是远隔昆仑山 喀拉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三座巨岭的寄兵国 从于田前往寄兵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向西经苏勒国的塔沙古道到达帕米尔高原 再翻洪奇拉夫山口进入罕萨河谷 出印度河峡谷转至平原从而到达寄兵 这中间不可避免的要经过苏勒国和极多帝国的北部管辖区 兵力薄弱的图鱼魂王不具备这种连续跨越雪山峡谷的远真实力 还有一条路线就是上面提到的克里亚古道 经枪塘高原顺印度河南下再辗转到达寄兵 同样这条前往寄兵的道路也需经过唐毛国 象熊王国和极多帝国的国境 图鱼魂王也不可能飞兵而过 结合进宪南朝的女国九七来看 图鱼魂王真正讨伐的极有可能是 紧邻昆仑山南部的枪塘草原行国 唐毛国 刘宋的北伐 加之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运动 让留住在青海的魏军不得不撤军东返 449年 原本已从刘宋朝廷得到内谦许可的 图鱼魂王穆利岩 随即放弃东迁计划 返回了柴达木盆地 历经这次重创 穆利岩认为黄河东岸的穆格滩距离河黄太近 以此为大本营并不安全 他便选定了白蓝山下查汉乌苏河畔的一片绿洲 建立土玉魂城 将土玉魂的政治中心 西迁至更加偏远的柴达木盆地 479年 宋顺帝善位于齐王萧道城后 白匈奴燕达人占领了前陀罗地区 强大的极多王朝逐渐分裂 名存实亡 因游牧不足的入侵 佛教在这一时期加速了向外迁移和传播的速度 依据多种藏传佛教史书的记载 大约在五世纪末期 从天竺而来的班智达李靖 向西伯爷吐蕃部落联盟的首领拉托托日年赞奖金 因吐蕃在当时并无文字 无法领受药益 李靖便将金术及六字真言写下 盖印交给拉托托日年赞 直到一百年后的松赞干部时期 学成梵文归来的吐蕃易经师才知道这些原是佛教经典 这大概是佛经传入西藏的最早记录 因为根据布顿大师的说法 在此之前的二十七代赞仆 都是以本教持户国阵的 来自天竺的佛教想在西藏高原取得一席之地 如今还为时过早 西域争夺战因燕搭的加入而趋于白热化 柔然高车和北魏你争我抢 燕骑善善和高昌几度一手 就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实行全盘汉化改革之际 已在柴达木盆地势力壮大的 土玉魂王慕容福莲仇 向西出兵占据了西域的善善和且末 土玉魂国成为了东至迭川 西陵渔田的高原大国 青海南道的丝绸之路被完全打通 518年 北魏胡太后派遣宋云 慧生和法力等人远赴天竺求取佛经 这一时期 丝绸之路的东部常有柔然和高车的混战 与此相比 土玉魂控制下的青海思路就显得格外平静 宋云一行人从黄水谷地翻日月山入境土玉魂国 又经白蓝山下的土玉魂城 进而西进至塔里木盆地 过且末城后离开土玉魂国土 后经榆田 无常等国到达天竺 后携带170部佛经 寻原路回到洛阳 耗时近五年 523年 因极端天气导致粮草困难 镇守北魏边境的树族和镇民揭竿而起 受此影响 关拢河北的各族人民响应起义 一时间 秦州梁州烽火遍野 北魏不得不邀请柔然和铁乐的骑兵入赛评判 同时要求土玉魂王慕容福连仇协助脚平梁州叛乱 土玉魂两路派军征讨梁州 终于帮助北魏收回了梁州 这次远征 让身居高原苦寒之地的土玉魂将士领略到了梁州的附属 为日后不断袭扰梁州的行动埋下了伏笔 经过六镇起义和关隆起义 击中南返的北魏托拔市再也无力平复乱局 汉人高欢在河北起兵 赤勒族关隆集团领袖贺拔岳和鲜卑人宇文泰分具关中和合套 534年 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部 高欢立元善建为帝千都叶 视为东魏 宇文泰在长安立元宝巨为帝 建立西魏 西魏军队攻杀北魏梁州刺史李书人 何夕与何黄由此纳入西魏同管 北魏分裂后 土玉魂王慕容夸吕认为自己具备了三分北方的实力 便在青海湖的西侧草原建立起王庭福寺城 以此为都城 土玉魂国完善了国家机构和官僚体系 成为了与东魏西魏并立的高原大国 视线转向高原东沿 南朝萧梁的益州刺史 汉人萧继在成都称帝 西魏全城与文泰乘机伐属 消灭萧继 益州和南中归于西魏同管 建国不到五年的突厥韩国 在已经完全控制西域诸国和七河流域的基础上发兵河中 并与波斯萨山王朝联合 歼灭了燕达国 统一了从大兴安岭到咸海的万里疆土 周公宇文爵取代托拔鲜卑的西魏工地后 建立起宇文鲜卑的北周政权 众所周知 宇文鲜卑与慕容鲜卑素有世仇 土玉魂王慕容夸吕改称克汗后 便持续攻打北周的梁州属地 北周也派遣大司马赫兰祥攻击土玉魂的东南河谷地带 土军大败后失去了韬河河畔的韬阳城 566年 土玉魂在明江上游的龙河王莫昌率部归附北周 就连在附近黄河河渠草原上游牧的 混合了南梁托拔鲜卑王族血脉的迷药鼠部 也整合为更加独立的党向枪部族 当北周在白龙江边设置谍州后 土玉魂已丧失了东南地区的全部河谷农业区 成为了一个纯木业国家 国力开始下降 581年 北周相国阳间受善称帝 隋朝建立 土玉魂克汗慕容夸吕试试图恢复滔州和阔州 却被隋军击败 作为土玉魂鼠部的党向部首领托拔宁从 率部至韬河上游的叙州 请求内附隋朝 被隋朝赐予大将军称号 伴随着隋唐温暖期的来临 土玉魂南部藏北高原上的苏皮部落联盟迅速崛起 极有可能整合成了以女王为统治核心的苏皮女国 586年前后 苏皮女国兼并了枪塘草原的唐茅国 成为了西街向雄王国 东连富国和西山八国枪 南与西部野土拨部落联盟和森波邦国接壤的藏北大国 苏皮女王又前使东行至隋朝朝贡 使节很可能经由西域的于田国 到达隋朝都城大兴城 这次朝贡 让中原王朝第一次知道了苏皮女国的存在 苏皮女国以东的横断六江区域内 自西向东分布着西董 若水 清远 多霸 戈林 白狗 南水和布租八个小邦 除多霸小邦的统治上层为托拔党向枪的鲜卑人外 其余各邦均为西枪部族 因他们都位于属地以西 便被统称为西山八国枪 六世纪时 亚龙西部野吐蕃部落联盟 从雍布拉康向南发展 在穷节盆地修建了新宫穷瓦达兹 随着农牧业和城镇商业的长足发展 部落联盟逐渐转型为奴隶之国家 成为亚龙吐蕃王国 进入七世纪后 松赞干部的祖父达日年赛带领亚龙吐蕃军队对外开拓 向南占领了山南的门鱼地区 吐蕃王国已经成为东连副国 南陵尼泊罗国 西北街苏皮女国 北达森波邦国的藏中大国 随朝消灭南朝统一中国后 正值东西突厥互相攻伐的高潮 为了稳固西北 随文帝将宗室女光化公主下嫁于土一魂克汗慕容侍服 以安定拢幼 随扬帝继位后 大肆开造运河以便行游江都 除了南下 杨广还东循捉郡 北揽长城 唯有帝国西壁没有涉足 为了给杨广西游铺平道路 利不侍郎怂恿铁勒袭击土一魂 蒙在鼓里的慕容浮允克汗 在战败后逃至西平向随朝求救 哪里知道迎接浮允的 是许国公宇文树严阵以待的大军 当围歼土一魂的时机成熟 随扬帝于609年率军十万清征和黄 一路上 杨广边走边玩边指挥 在拔岩山涉猎 在金山大雁群城 又命人在大通河上造桥 有皇帝监军的随军士气大政 在袁富川仪役中击败土一魂军 并乘胜荡平扶四城 克汗慕容浮允向南翻过基石山 逃至和园 随朝在土一魂固定木格滩 设置和园郡 派遣克汗慕容浮允的儿子 因朝贡被克流长安的慕容顺 坐镇和园 监督土一魂动向 又象征性的在其国都扶四城 设置西海郡 在土一魂的西境 设置善善郡和且墨郡 同一时期 一场决定亚龙土拨前途命运的战争 也在迅速发酵之中 六世纪末期 苏皮女国南部附属的拉萨河流域 正处于森波邦国的统治之下 这个很可能源自唐毛国的王国 由东西二王共同管理 东部的灵州和墨竹公卡一带 是森波节赤帮松的领地 西部的堆龙德庆一带 则属于森波节达甲吾 二王皆是通过贵族大姓 对奴户进行管控 而且手段都极为苛刻 从而导致恶政不休 民怨四起 不久 达甲吾被城下所杀 森波大权为赤帮松掌控 另一方面 布满赤帮松政策的部分大臣 转而暗通 雅鲁藏布江南岸的雅龙吐蕃 雅龙吐蕃首领达日年赛去世后 其子赤伦赞与森波旧城结为同盟 内外夹宫占据了森波节赤帮松的王宫 都瓦与纳宝 将整个森波邦国置于雅龙吐蕃的管控之下 赤伦赞极力拉拢森波贵族 娘室、伟室、嫩室和蔡邦室纷纷归父 获封了大量奴隶和土地 赤伦赞被森波上下尊为天赞普 号称南日伦赞 从此之后 赞普之号成为吐蕃国王的特有称号 生于617年的松赞干部 便是降身在拉萨河流域这片新晋征服的土地之上 随莫大乱后 京城校尉薛举自称西秦霸王 占据笼上河皇 随后 梁州豪门离鬼也在河西起誓 又抢占了河皇流域 土玉魂克汗慕容浮允趁机复国 基本恢复了昔日旧土 唐公李渊在太原起兵后 迅速占领关中和巴蜀 618年 随公帝善位于唐王李渊 唐朝建立 河西的离鬼见况便投降李渊 祸封梁王 谁料离鬼玄祭再返 并自立为帝 唐朝于是许诺土玉魂 如果相助击败离鬼 便将慕容浮允的儿子慕容顺送还 慕容浮允一约帮助唐将搅平了梁州离鬼 河西武郡接归大唐版图 慕容顺也顺利回到土玉魂 621年 秦王李世民大破窦建德和王世充 北方基本统一 趁着突厥南清 唐朝立足未稳 慕容土玉魂联合拖把党项部 进攻大唐的滔州和明州 又接连攻击松州福州 却没有讨到便宜 这一时期 亚龙吐蕃的旧贵族和森波领地的新贵族爆发矛盾 引起项雄王国 苏皮女国和尼阳河诸部联合反对赞谱统治 南日轮战被救成毒死 其子松赞干部在13岁时继承赞谱 在忠于亚龙王族的贵族辅佐下 松赞干部得以平息叛乱 评判过程中 亚龙吐蕃还向东扩张 吞并了东部的富国 柏园仪 和西山八国枪中的戈林国等 629年 曾向朝廷请愿去西方求法的高僧玄藏 离开长安城西去 玄藏经和西西域到达中亚 辗转抵达了中天竺摩羯陀国的波扎离子城 他又便由天竺佛教中心纳烂陀寺 并在曲女城宣讲大成教义 17年后 玄藏带着几百部经书律论返回长安 受到唐太宗的召见 并连续翻译经书近百部 写成天竺之行的旅途建文录 大唐西域传 当时的西亚 莫海默德已经征服阿拉伯半岛 建立起足以抗衡波斯萨山王朝的阿拉伯帝国 当玄藏回国时 西域诸国也已经落入西突厥的势力范围 631年 向雄王国首次通共唐朝 为了孤立和包围向雄王国 睿智的松赞干部招降了苏皮女国的藏北诸部 而苏皮女国的东部愚众则向东迁徙 一部分部种在苏皮故地 蓝仓江边的昌都坝子上继续经营 史称东女国 东女国充分联合西山八国珠腔 迅速成为横断六江峡谷地区的盟主 另有一部分苏皮女国的残部 向东北迁徙至大唐西域 躲藏于西宁附近的坎布拉和哈拉直沟的丹霞土林之中 633年 年仅17岁的雅龙土拨战谱松赞干部 摆脱了旧贵族的影响和掣肘 将王国都城从雅龙河谷迁移至拉萨河下游 布达拉山与耀王山侧翼的罗歇城 土拨王朝正式登场 为了杨威高原 松赞干部派军北伐白蓝枪和党项枪 冰封直指土域魂国 又潜将翻过喜马拉雅 近逼南坡的尼泊罗国理查维王朝 派众臣嘎尔东赞亲王请婚 为了避免面对土拨和天竺戒日王朝的双重压力 尼泊罗王纳林提婆 不得不将女儿尺尊公主嫁给松赞干部 就这样 尼泊罗国成为了吐蕃属户 尺尊公主携释迦牟尼八岁等身相和佛教典籍 宿吉隆峡谷进入青藏高原 到达罗歇后 尺尊公主不但命尼泊罗工匠在红山上修建红宫 而且还亲自为大昭寺典籍 并引请尼泊罗的希拉罗书大师入藏一经 春风得意的松赞干部第一次前使入贡大唐 唐太宗也派遣了使臣入藏抚卫 六三四年 土玉魂可汗慕容浮允再度碰打梁州 唐太宗派军追击土军 善于游击作战的土军并不硬碰硬 而是迅速期逃至青海湖西部和柴达木盆地 李世民明白 想让土玉魂服服帖帖 必须歼灭土军的大批有身力量 他任命大破东突厥有功的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 直接坐镇善州指挥前线 在李靖的统一部署下 唐军分作南北两路大军齐头西境 南路在滔州击败土玉魂的枪组外援 北路在黄中西部大胜土玉魂前锋 两路大军又在大飞川会师 途中歼灭了大量土玉魂守军 可汗慕容服允再次采取了慕容家族的传统策略 逃至厄拉山西侧的白蓝山绿洲 其子慕容顺则聚守白蓝山南路的河原一带 以作侧印 唐朝远征军集中优势兵力 重点攻打南路河原守军 在海拔四千多米的苦海 新宿川和白海扫清了土玉魂主力 活捉守将慕容顺 可汗慕容服允闻讯 马不停蹄地逃至西域的且莫城 他准备效仿两百年前躲避北魏征讨时的先祖慕立岩 向西逃至于田国再做打算 最终却被又渴又疲的部下杀害 土玉魂国被唐军占领后 唐太宗下诏书 令慕容顺为西平郡王并加封可汗 令其回到青海复国 久为唐朝人质的慕容顺 却不为国人所服 不久后便被部下试杀 唐朝只好扶持慕容服允的侄子 慕容诺和波继承汗位 封其为和元郡王 636年 松赞干部听闻突厥和土玉魂王都是大唐驸马 便派使者以护送唐朝宣位时的名义 顺道前往长安请婚 此时恰逢大唐扶持的傀儡韩王 土玉魂克汗慕容诺和波入朝长安 土玉魂克汗便以土拨使者所带聘礼寒酸为由 离间唐博关系 唐太宗因此拒绝了松赞干部的请求 土玉魂破坏和亲的消息传到罗歇 松赞干部大怒 派军北伐白蓝枪 托拔党向枪和土玉魂国 前锋直达青海湖北岸 托拔党向部首领有感于土拨崛起的压力 便迅速归附唐朝 为日后北千灵州奠定了基础 松赞干部又率军二十万向东出击 途中兼并了东女郭和西山八国枪 大军直抵松州要塞 讨要公主 唐太宗命不起五万精兵进发松州 与松州都督共同御敌 因战线过长且地形不熟 松赞干部怕中唐军圈套 不得已而退兵 六三九年 唐太宗与宗室女红化公主 下嫁土玉魂可汗 慕容诺和波 松赞干部看到唐朝不断拉拢土玉魂 唯恐两方联军对自己不利 便放下身段前使谢罪 并再派大象 嘎尔东赞亲赴长安请婚 为了西锤安定 太宗将宗室女文臣公主 下嫁给松赞干部 命礼部尚书将下到礼道宗持节护送至吐蕃 文臣公主的送亲队伍携带着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 金书 典籍 营造及农业记忆书籍和大量的粮食种子等丰厚架状 过日月山后离开唐靖进入土玉魂国 松赞干部则亲自前往土玻和土玉魂的边境 在白海扎营 静候文臣公主的到来 迎到公主后 迎亲队伍过玉树八堂草原 翻唐古拉山和念清唐古拉山 经太昭古城到达罗歇城 文臣公主还在罗歇城主持修建了小昭寺 并协助齿尊公主建造大昭寺 这次和亲暂时化解了土玻与土玉魂和唐朝的军事对峙 也为唐伯古道的开通做出了铺垫 在遥远的西亚 波斯萨山王朝的都城太西峰 已被阿拉伯帝国的骑兵捣毁 王朝中书在东陶的途中 已感受到了末日的临近 北天竺的施罗易多自称摩羯陀王 将戒日王朝的势力拓展至五天竺之地 西突厥王庭兼并了包括土玉魂国西域城邦 且末和善善在内的西域诸国 新兴的强权迫使古典时代的王权纷纷落幕 坚守于高原西部的象熊王国 也终究难逃衰亡的宿命 象熊王国李聂秀希望保持绝对独立 竭力反抗吐蕃的影响 作为象熊王妃的松赞干部之妹 塞马嘎因而失宠 六四四年 松赞干部派遣嘎尔东赞西征阿里 一通敖战后 终于击败象熊王国军队 杀死了国王李聂秀 延续千年的古象熊王国戛然而终 昆仑山黄河一线以南的青藏高原 竟归松赞干部的吐蕃王朝所有 处于国运上升期的吐蕃与大唐 何以一战一合 天竺 突厥 南兆和阿拉伯帝国等多方势力 又将如何搅动青藏局势 下期我们继续聊聊青藏历史长河图